来啦啦,八卦的小鱼又回来了,还记得那个凭借多不偶像剧风靡整个亚洲,被称为韩剧烟剧扛把子的李忠硕罢吗? 今天小鱼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他在娱乐圈的哪些事。 相必一听到李忠硕这个名字,各位小主们都不陌生吧? 他是和韩啸周主演W两个世界的霸总江泽,是皮诺曹中天才高情商的崔达布,是听见你的声音里的大暖男,嫖羞下,是Doctor一厢人的痴情冷酷男,嫖羞。 几乎娱乐圈中的女性都被他聊了个遍,自李忠硕出道以来,已经和众多女性拍过了很多温戏,可以说只要你叫得上名字的女性都和二硕搭档过,他几乎是吻变了娱乐圈所有的女演员,就连网友们都在称李忠硕是男版收割机,而其中最被粉丝们看好,也是唯一在见到和他传出绯闻后二硕不否认的女主,她就是W中那个温柔善良的女医生韩啸周。 自从这部剧播出以后,两人的名气随着剧情的热度也涨了不少,而且在两人合作了这部剧以后,就一直有关于两人的绯闻不断的流出。 记得当时在面对采访时,每次提到一起出演W的同剧演员韩啸周时,傻傻的二硕还称赞,对方比想象中更加可爱开朗。 在见到主持人提问到韩啸周的魅力点时,二硕竟然还深情怯怯的看着啸周说道,血管,话说那场面简直太撩了。 看完这两人互动后,别说粉丝们了,就连小鱼都被这两货全粉了。 甚至后来在被问到两人是不是恋爱关系后,李忠硕也是不否认不承认的态度。 要知道李忠硕可是从不在公共场合里回答关于搭档的问题哦。 话说没想到男版收割机竟然也会有入坑的一天啊。 并且这次二硕还是入坑这么多年了,还无法自拔。 即使过去了这么久,一说到李忠硕还是会想到他和韩啸周两人的CP,如今已经32岁,退伍后的他非常的低调。 前不久,刚刚退伍后的他因为长发的原因,被不少人吐槽。 我爸,这些年你经历了什么? 1989年出生在韩国经济道龙人,其岁时就被父亲影响开始学习跆拳道,中学时就有了当演员的梦想。 后来被心探发觉意外踏上了模特之路,但即使在模特发展的那么好,在他的内心一直想要进军演艺圈。 所以在2010年,他凭借一部检察院公主成功转行,开始踏进了影视圈。 因为从小就一直非常喜爱演戏的李忠硕,很快就因为轻瘦修长的身形,和棱角分明的向后线,和精准挑剧本的眼光,成功地进身实力派男神行列。 而且努力的人在哪里都很优秀。 除了多年来,他几乎零飞闻零黑亮,因为他谦虚低调的性格,在娱乐圈内,他的人缘也是非常的好。 每次出席各种场合,他就可以和旁边的女搭档聊上几句,并且什么影儿,李圣经,朴欣慧啊,这些女神级人物。 只要一看到二世的出现,那眼神看起来都像是多年老友未见一样。 而李忠硕同样也像大哥哥一样地对待着他们,每次都会暖心地给一个摸头沙。 对于粉丝们来说,他是男神级别的人物。 只要一看到他的名字的出现,想都不用想就要追。 其实之所以李忠硕现在的名气,不仅仅是因为颜值,他的实力同样也是杠杠的呢。 记得在一次采访他还这样说过,自己出了拍戏好像就没有别的事情。 一有时间就开始看自己出演的剧,反复观看,找一下剧中自己表现的不足地方。 所以现在二社之所以有这样的名气,和他的努力也脱不了关系。 就看别的明星当退伍回来以后不是人气大不如前了, 就是已经失去了好多资源,又或者身材已经不受控制了。 而李忠硕在退伍的消息刚一宣布后, 魔女二的制片方就开始不断的放出,一直有望继续让他出演的消息。 并且目前为止,已经确定了要和行进小生、车银忧携手出演电影分贝。 你说这么优秀的伙伴怎么能让不粉呢? 好啦,今天小鱼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期待李忠硕和车银忧两代男神battle吧。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留言加关注哦,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哪些事儿吧。